有哪些动画片被家长举报过 然后家长为什么举报他们呢 那我们来例举几个 我先拿一个特赦片开头吧 奥特曼被举报是因为暴力元素 暴力元素指的是奥特曼打怪兽 这里还涉及了一个暴力事件升级时经常用的词 他持气殴倒 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呢有样学样 每天模仿奥特曼迟早出事 另外奥特曼夜晚和怪兽对战的时候 还被家长投诉为涉及恐怖元素 那熊出没被投诉的原因是 光头墙总是砍树 拿个电锯过于危险 他不是各种追熊 就是电锯砍树或者打架 属于暴力行为 所以后面光头墙成了导游 举个小旗子带领大家逛森林 喜羊羊 因为里面有灰太狼追羊抓羊 然后试图伤害羊 据说有些小朋友线下模仿 容易造成危险 所以被举报 名侦探柯南 举报原因是这里面暴力元素太多 而且涉及到藻猎 说实话暴力事件这事我能理解 但是早恋这事我之前真没想到 飞梦少女2 这个动画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 应该是中韩合作的一个剧集 没什么营养 但是被举报的理由很有趣 说是人物头发染成五颜六色 穿的花里胡哨还在舞台上混装 所以后来有媒体捕捉到了吸引人眼球的点 叫做家长举报动画片人物染发 小猪佩奇 有家长说这片子孩子看了学猪叫 跳水坑然后叫爸妈猪爸爸猪妈妈 摆遍马丁 有一集是马丁被同学欺负 但是事后让欺负他的同学认识到了错误 但是被举报为涉及到校园暴力 小马宝丽被举报加入太多的暗黑元素 比如突然大笑突然大叫里面的画面太阴暗什么的 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 郑元杰老师写的故事叫做魔方大厦 感觉这鬼秘的动画放到现在不得被举报上天啊 不过好在呢那动画片又不是教科书 你可以选择不看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屏蔽 可以教育一下自家的孩子 你别看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不好 那孩子就问了那爸爸妈妈你们小时候看什么动画 你就回答 我看的动画正常多了 叫黑猫警长 有一集螳螂太太把螳螂先生给吃了 对 吃了